哈喽 我现在呢是在朗塞斯通 是整个塔斯巴尼亚第二大的一个 不知道凡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然后呢现在我们在一条邻间小道 看到没有 但是最关键最重点的是 我要跟大家介绍今天晚上我订的Airbnb 受到了我同伴的大家赞赏 看我的左手边 这栋房子就是我今天晚上订的地方 我要带大家参观一下 我觉得是我自己也很兴奋 来来来 这有个很可爱的门牌 我们是住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信箱 好 这个就是今天要住的这个房子 然后刚刚我走到这里了 我简直是惊呆了 然后大家跟我上来看一下 这里应该是一个车库 然后呢这个车库的话呢 门没有开 然后就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就把车停在这边 也就讲如果我们如果是开两辆车 两个家庭来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停两辆车的 我们现在从这个红色的楼梯走上去 我们现在从这个红色的楼梯走上去 是我们的 呃 这个主要的entrance 我跟你说 为什么会经单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平台 诶 它真的是一个Balcony的一个平台 看这里呢 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 浪赛斯通小镇的全貌 好 这样跟我进房间 我已经把钥匙拿出来 但其实这里是有个密码的门锁 然后呢 就是你打开之后就可以拿出这个钥匙 打开了 看到没有 有没有金单了 因为这个里面就是 你看这个厨房真的超级的豪气 然后呢 还有还有这个 哦 它还准备这个花 是干吗 是干吗 然后 呃 这个是今天我们来弄餐的餐桌 呃 我刚才 我们来之前呢 我去超市里买了非常多吃的东西 今天晚上我准备给我的同伴煮一顿 海鲜牛肉大餐 你看看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客厅 然后呢 这里是一个客厅 这个客厅 有无敌的落地窗 无敌的落地窗 然后呢 它有两个对面对的沙发 还有这边镜子 超美 所以呢 就像我们可以坐在这边 然后呢 一边喝咖啡 一边欣赏风景 好 现在来跟我看两个房间 因为我这次订的都是两个套房的 这个 这边是卫星间 不介绍 很难打开 有没有很可爱 超可爱 我超喜欢这两个灯的 然后呢 关键是 虽然这边呢 晚上你还是可以把整个窗帘打开 然后看到老赛松小镇的全貌 太赞了 我们再去看看主卧 从这里开始呢 里面全部都是主卧 它用了粉红色 超级浪漫的 看到吗 然后呢 这个主卧的外面呢 也是有个包里 所以呢 他们应该晚上可以在这边喝咖啡 看到没有 对面有一点 有没有反光 然后呢 它有个非常大的 呃 一个浴室 这有个小花园 然后旁边呢 还有个小的凉亭 接近来看 不接近来看 很高兴 我在杜花园 有一个小的二次 你会把最后啊 让这部分анные 或者不要再把它们 一zeni地 一层的地图 那的时候呢 咱们带早起来 镜花园 不要不相信这个真的是我煮的